你知道台湾史上第一份报纸是什么吗 西元1885年发行了台湾史上第一份报纸 台湾府城教会报 而这份报纸一路传承至今 见证台湾百年来的历史 不过仔细一看 这份报纸书写的语言竟然不是中文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它从1885年开始创刊号 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一直有在发行 所以在我们今年是140周年 我一般讲教会公报就是这个创刊号这样子 蛮多人会看到说这个上面的文字 讲说这是什么文字这样 其实有人说好像是英文字这样子 是不是英文这样 其实不是这个叫 这有这个北维记白话字 就是我们教会公报的第一份报纸 是用北维记来写成的这样 所以它为了要让当时的社会 其实是比较属于一个文盲的时代这样 为了让他们能够好的理解 他们就用这个白话字的系统来写 来印报纸 让那些人可以好好的学习这样 白话字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学习很简单 因为一般在文盲的社会 它要学习汉籍汉字会很困难这样 所以用白话字的系统 它很简单三个礼拜就可以学会 那这些学会的百姓之后 它就可以自己看 用这套来看福音啊 再学习知识这样子 用白话字书写而成的台湾第一份报纸 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宣教士当时积极创立文字机构 就是希望当时几乎是文盲的台湾人 能够学习读书写字 如今我们也可以拿起笔 体验当时台湾人学习写台文的真实情境 首抄活动其实在我们公报社是 每年都固定会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样 就是说让来参与的 也就能够了解我们 曾经为台湾有一份这样的报纸这样 它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意义这样 藉由抄这个先人的东西这样 就可以有一点思想这样子 安静自己的心这样子 也大概能够理解当初的 这些人家的理念或什么这样子 台湾府城教会报除了教会的内容之外 也保存了台湾不同年代的政治 军事 经济等正式情况 都如实还原 具有独特性与文献价值 可能一般会以为啦 就是说我们是教会的报纸 是不是指局限在教会的事情 当然其实不是 因为如果你去细看 因为这份报纸它其实涵盖整个台湾的历史 的重要事件它都有做报导这样 所以不管是政治啊 经济 社会 甚至是有一些就是说乡野奇坦 人文风情的东西 它也是都有做一些记载这样 比较有趣啦 比如说当时有什么铁达尼浩的发生 它也有做一些记载这样 甚至说台湾有走断一段 比较威权的日子嘛 它其实也会针对当时 做一些社会的批判这样 跨越百年的传承 到现在都还在台湾持续发行 持续用文字书写台湾的历史 也透过信仰的精神传达对这片土地的爱 记者朱镜伟 苏翰均 高雄报导